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呼吁全球核财军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美国副总统塔玛拉哈里斯在移民政策上的角色 尽管共和党对他的攻击声音不断 但实际上他的政策记录显得更加复杂 他的努力包或为中美洲提供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 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 最后我们来看乌克兰局势随助战争变得更加严峻 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开始接受与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的可能性 尽管大多数人仍然反对让步任何领土 但最近的民调和领导人的言论显示出谈判的态度有所转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elegraph 这部名为原子人的纪录片 从一开始就让人感到恐惧 影片开头一位年长的日本老人唱脸《已是我的阳光》 他微笑着解释说自己从约翰·维恩的西部片和泰山中学会了英语 然而他的脸色很快变得阴沉 火恨美国因为他们做的事情 这是被爆者的证词 指的是广岛和长期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 他们大多在爆炸时还是孩子 鸟树的场景异常惨烈 一个八岁的男孩回忆起 看到一个女人从爆炸中心走出 手里捧着自己的内脏 问他医院在哪里 这些恐怖的故事层出不穷 有被烧得像雷炭一样的婴儿 有肉体融化眼球悬挂的幸存者 即使在炸弹爆炸后 幸存者依然面临辐射病 白血病和畸形婴儿等长期痛苦 美国原子弹伤亡委员会在外观向医院的建筑中对 幸存者进行测试 但不提供任何医疗护理 尽管日本在战争期间也犯下了暴行 但在看完这部影片后 听到哈里耶斯杜鲁门称原子弹为有组织科学史上最大的成就学 感觉极其恶心 NY禅策各党人试图通过攻击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在拜登政府边境和移民政策中的角色来找到有效的攻击点 试图将近年来进入美国的移民激增归咎于他 然而实施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参与 展现出一个更为复杂的记录 拜登总统并没有赋予他边界沙皇的头衔 也没有让他负责监督美墨边境的执法政策 但他确实在确保全球移民激增不会变得更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拜登和哈里斯上任后的前三年里 南部边境的移民人数创下记录 但现在移民人数已降至他们上院以来的最低水平 哈里斯早期的努力和政府的政策被广泛批评为笨拙和适得其反 尤其是在他没有访问边境时表现出的防御态度 然而他的尝试 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成功的说服了世界各地的公司投资中美洲 并为潜在的移民创造了就业机会 但这些成功也凸显了美国与中美洲之间经济机会的巨大差距 以及缩小这种差距的政策需要数年 甚至几代人才能见效 尤其是在乌克兰奥尔哈 普雷德琴科和他85岁的母亲手牵手 站在基辅市中心的临时纪念碑前 每一面蓝黄相见的旗帜上 都标一名在与俄罗斯战争中牺牲的士兵的名字 他们经常来到独立广场思考战争和死去的士兵 普雷德琴科说 他梦想着有什么重物落在克里姆林宫上 但他也希望能尽快达成和平协议 宁愿有一个糟糕的和平 也不愿有一个好的战争 61岁的普雷德琴科补充道 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似乎对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持开放态度 尽管他们对这意味着什么仍然模糊不清 大多数乌克兰人仍然反对向俄罗斯各让任何领土 即使是十年前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 但民意调查和该国领导人的近期言论 也凸显了关于和平谈判的对话发生了显著变化 从绝部达成协议到也许在某个时候妥协 阿尔治吉尔报道称乌克兰空军表示 他们成功击退了俄罗斯在几个月来最大规模的空中袭击 周三乌克兰空军称他们在夜间击落了俄罗斯发射的所有导弹和无人机 共计89架无人机和一枚导弹 这些攻击主要集中在基辅中部地区 基辅军事管理局表示 超过40架无人机在基辅及其周边被击落 尽管一些建筑物应坠落的碎片受损 但没有人员伤亡 西辅军事管理局负责人谢尔盖布普克称 这是7月以来对基辅的第七次无人机袭击 约有10亿无晚民居民在地铁站避难过夜 俄罗斯几乎每晚都对乌克兰发射无人机和导弹 称称目标是军事和能源设施 但居民区也频繁遭到袭击 与此同时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开始进行第三阶段的战术核武器部署演习 并警告称 德国军火制造商莱茵金属在乌克兰建造的弹药工厂将成为合法目标 华盛队邮报道哈马斯政治领袖伊斯梅尔哈尼亚赫周三早晨在德黑兰被杀 哈尼亚赫自2017年以来一直领导哈马斯的15人政治局 在此之前他曾担任哈马斯创始人谢赫艾哈迈德·亚辛的助手 哈尼亚赫在2006年立法选举中领导哈马斯获胜 并在短暂的联合政府中担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总理 但2007年哈马斯通过短暂内战控制了加沙 他在2017年被提升为哈马斯的政治领袖 负责监督该组织的财务运作 包括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税收和黑市走私费用 2018年美国国务院将哈尼亚赫列入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名单 并对其实施经济制裁 在今年5月国际刑事法院对他发出逮捕令 指控其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哈尼亚赫出生于加沙市附近的沙提难民营 他的家人在最近几个月的加沙战争中多次遭到以色列空袭 其中包括他的三个儿子至少两个孙子和他的姐姐及其家人 《纽约时报》报道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多次声称 委内瑞拉政府将罪犯送往美国 尽管这一说法缺乏证据 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特朗普声称委内瑞拉的犯罪率下降了72% 因为政府将罪犯清除出国并送往美国 他还开玩笑说下次共和党大会可以在委内瑞拉举行 因为那里会很安全 而美国城市将变得不安全 委内瑞拉政府以不透明著称 不发布全面的犯罪数据 2010年当该国面临飙升的凶杀律师 当局曾惩罚报道暴力犯罪的新闻机构 《纽约时报》报道 在曼哈顿东村一个改造的店面里 牧师·比利·塔伦站在他的会座面前 眼神狂热身穿白色西装 脚灯白色西装 脚灯白色高跟便携 他的背后挂着一张14英尺高的地球照片 这正是他们聚集在此的原因 这个名为《地球教会的集会》融合了表演艺术 讽刺 抗议和歌曲 哈罗牧师在讲道中提到 地球的状况已经超出紧接线 科学机构如联合国政府兼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请报越来越多 他谈到创纪录的高温 融化的冰盖和大气中激增的二氧化碳浓度 外面 纽约市正处于高温制烤州 气温91华氏度 但体感温度高达106度 孩子们在打开的消防栓喷出的水雾中跳舞 而店面内的空调系统则在与热浪的斗争中逐渐失效 《南华草报》报道 澳大利亚 印度 日本和美国的外长本周在东京会晤 表达了对南海局势的严重关切 特别是针对中国的发送气息 四国在联合声明中重申了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强烈反对 尤其是对南海争议地区军事化和威胁行为表示严重关切 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多次发生冲突 中国人员使用水炮登船并破坏菲律宾的补给任务 观察者指出本次会议还涉及网络空间 员工智能和海市安全的鼓励性措施 特别是建立海市法律对话以提升国际法律专业职制 四国还承诺深化人工智能系统的国际合作和治理框架的互操作性 花卓家还计划举办国际会议和网络训练营 以提升网络能力和负责任的国家行为 外交家报道 越南总理范明正昨晚抵达印度 展开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 旨在巩固两国在经济和安全关系方面的最新进展 范明正将与印度总理莫迪、总统穆尔木和两院议长会谈 讨论传统领域的合作 并扩展到电子、通信、制药、可再生能源、绿色经济、 人工智能等潜在领域 此次访问是自2016年 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 越南或印度总理首次互访 自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 双方贸易额增长至148亿美元 两国在防务合作方面也取得显著进展 特别是在海事领域 印度海军舰艇多次访问越南港口 并且两国正在讨论越南购买印度俄罗斯联合研发的 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 预计未来莫迪总理也将进行回访 进一步巩固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 以色列当局拘留的巴勒斯坦人 遭受了酷刑和虐待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 这些被拘留者遭受了水刑 剥夺睡眠 电击放狗攻击等多种酷刑 报告称以色列的监狱系统 在6月底关押了超过9400名安全拘留者 其中一些人被秘密关押 无法接触律师或享有法律权利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福尔克·图尔克表示 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 报告还指出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以色列站的西岸地区 也继续进行正义拘留和酷刑 以压制批评和政治反对 对此以色列政府尚未提供回应 雅虎美国报道了堪萨斯城地区的威廉诸尔学院 与美国内战的历史渊源 该学院原计划在布温维尔或富尔顿建立 但在亚历山大多尼芬等有影响力的密苏里人的游说下 最终选择了在利伯蒂市中心北部的一块土地 学院于1849年开学 诸尔大厅很快开始建设 尽管诸尔曾表达过对废奴的支持 但他和其他一些支持者拥有奴隶 讽刺的是 在内战期间建成的诸尔大厅成为联邦使兵的兵营和医院 如今威廉诸尔学院自称为批判性思维学院 以其哈里曼诸尔艺术系列而闻名 这一系列于20世纪60年代在校园启动 美联社报道了一位在伊斯兰国控制下成为母亲的雅兹底女性的故事 近十年前 她在约13岁时与家人一起被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俘虏 她和其他许多雅兹底女性遭受了性暴力和奴役 十年后雅兹底社区仍在被伊斯兰国的暴行所带来的创伤而挣扎 许多女性在被解救后面临着与孩子分离的痛苦 这些孩子是他们在被俘期间生家的 社区拒绝接受这些孩子 认为他们是非雅兹底人的后代 代表着对他们的巨大羞辱和创伤 尽管这些女性被社区接受 但他们的孩子却被视为外人 导致一些女性宁愿留在叙利亚的难民营中 也不愿与孩子分离 K女士的故事正是这种困境的一个典型例子 她在重返家乡后虽然与家人团聚 但心中仍然牵挂着被留在叙利亚的孩子 阿尔基基罗报道 哈马斯的政治领袖伊斯梅尔 哈尼亚在伊朗首都德克伊兰被杀害 巴勒斯坦组织和伊朗精锐的伊斯兰革命卫队 分别发表声明确认了他的死亡 对此各方反应强烈 哈马斯声明称 这次暗杀是以色列佔领者的一次严重升级 旨在打破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意志 但他们相信这次升级将无法实现其目标 伊朗官员卡纳尼表示 哈尼亚的牺牲将加强德黑兰巴勒斯坦和抵抗运动之间深厚的不可分割的纽带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谴责这次暗杀是懦弱的行为和危险的发展 呼吁巴勒斯坦人团结一致 塔塔尔外交部也强烈谴责这次暗杀 称其为严重的犯罪和公然违反国际法和人道法 土耳其外交部则表示 这次暗杀再次证明以色列政府没有实现和平的意图 《卫报》报道 巴西气候部长安娜·托尼提出了一项全球对一半复光征税2%的提议 得到了南非德国和西班牙的支持 尽管这项税收只会影响到3000名超级富豪 但预计每年可筹集约2500亿美元用于全球气候基金或减平 尽管如此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已经拒绝了这一提议 声称没有必要 文章指出 亿万富翁的财富增长速度惊人 保持现有水平需要每年征收12.8%的税收 全球富豪通过复杂的法律和会计手段逃避税收 而这笔财富本可以用于支持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 文章呼吁G20政府在即将召开的约热内务峰会上支持这一提议 以应对全球贫富差距和气候变化问题 日本时报报道 日本驻乌克兰大使松田邦记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表示 日本应该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因为这对日本本身也有好处 松田指出 乌克兰在两年半的战争中已经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并强调日本不应认为自己在这场冲突中没有直接利益 乌克兰的援助有助于维护国际秩序 而这种秩序正是日本在二战后复苏的基础 松田还反映了乌克兰当前的状况 称乌克兰人民已经团结起来 克服了入侵后的初期危机 国家部分恢复正常 并且对未来充满信心 谢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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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